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 今天看见一个叫我非常吃惊的真人真事 原来在波士顿北部住着一个和善的白人老爷爷 和自己的妻子安静地住在一个小镇上 有一栋漂亮的小房子和三个孩子 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好男人,好父亲 结果在71岁去世那一天 他突然向家人忏悔 自己是潜逃52年的银行劫匪 原来在1969年的时候 他在家乡克里夫兰市抢了一家银行的21万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160万美元 然后离开了家乡,换了名字 一直隐居在波士顿 FBI把他列为头号通缉犯 但是当时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波士顿地区结交的多年好友之中 甚至还有一名波士顿FBI特工 看来在美国这个地方 真的是叫人嘖嘖称奇 居然能够让一个坏蛋隐藏了52年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我也知道 感谢观看